警方去加以制止的时候 他们还一直狡辩说 这个是我们欢迎客人之道 但是我们欢迎客人之道没有对着客人去射冲天炮的 这个已经不是我们台湾人的代客之道 那另外一方面呢 我对于有一些人把远警推下去 仍然狡辩说不是他们推的 是远警自己不小心掉下去的 一直到后来这个录影带呈现出来 大家才承认说是有人把我们远警推下去 这种事情要不是因为这一次我们的搜证工作做得比较完整 警方可能又陷于百口莫辩的情况 那么昨天晚上的事件 整体的过程 我们觉得它是失控 不管是对还是错 有人受伤我们就觉得不好 所以我们希望警方也能够把整体的事件来调查清楚 如果群众有错 那该接受法律的制裁 那就制裁 那么如果说执法有所过当 那警察该检讨就要检讨 胡大哥 内政部长讲得很无奈 这次还好是整个收证带是清楚的 第二个奇怪了 现在苏家警察必须去强调说有没有制裁过当问题吗 我想从几个层面谈 地点证据非常清楚 从天报评射跟把别人推下去 这非常清楚 我不用再谈了 那现行犯逮捕 检察官已经交保或试毁 我想这个我们尊重华丽存续 我想只针对张智梅先生 刚刚他讲了 其实张智梅先生在电视上 比如说上一阵队节目谈台独理念 我是非常肯定 谈得非常好 但是要对张先生说 你刚刚的回应是非常不多当 而且把台独的理念彻底的污名化 羞辱台独这个崇高理念 你的作为你是军人出身 展现军人的作为出来 我觉得你应该带着这六个人 到医院看似这位受伤的援军 这才是架杠台湾狼 我是对张智梅先生这样说 不然整个舆论对你是 你跟这个组织是伤害非常大的 我要逼坦白讲 他的苏家全秘书长 其实从昨天到现在 我对他一直肯定的 为什么肯定 因为从昨天的三个声明 到今天早上12点02分的声明 最后民进党党中央是站出来 说要概括承受责任 这一点非常好 我对民进党表示肯定 但这样不够 正如刚刚苏民主党说 假如有执法过当 他说假如未必是执法过当 我觉得重要的是 党中央要出面 制止跟谴责这个组织 跟张智梅他们作为 如果你不这样做 等于是纵容 我是站在一个旁观族 希望说这一次好不容易 民进党所推出的 理性和平非暴力 其实昨天晚上 这是一个非常重大的瑕疵 我有一个鼻翼 尤其很多人听不进去 都会这样说 你一粒粥啊 一粒老鼠四把整碗粥都 打开了都没吃了 这点是很重大的瑕疵 我希望大家以此为戒 既然你民进党已经止跌回身了 不要因为这样 我也不希望你这样就气馁 但是务必引以为戒 这种事是绝对不能再发生 如果再发生 整个社会会把账 寄到民进党身上 我希望党主席跟秘书长 深刻的以此事为借鉴 如果你不出面制止或谴责的话 后续再发生 整个社会还是账 会刮到民进党身上 苏家贤是当过内政部长的 他现在在问 有没有执法过当的疑问 拜托 当初这样中间把社已经不对 上去推这有什么执法过当问题 对啊 所以我一向 对于这种群众运动 有些人评论 这个也不对 那个也不对 群众固然有错 警察执法过当 这个是没有是非 我跟你讲 现在的群众运动 警察都不会有错 为什么呢 都不是警察些挑衅的 警察站在轰手线那里面 都是群众来挑衅 跑到警察前面 摸你一把 油画来刺激你 警察跟个龟孙子一样 然后呢 又有冲突地说 是警察在跑 你看那个画面 跟群众推警察 是警察在跑 照道理 群众推警察 是妨害公务的现行犯 应该立即逮捕 结果都没有 为什么呢 因为政府都怕出事嘛 把警察 其实法律不是护警察公权力 法律就把警察手脚绑起来 动动就要查你 有没有执法过当 我觉得有一件事 我觉得很好笑 以前我们在跑新闻的时候 见他 那执法是 那才叫执法过当 为什么 辣椒水啊 行秋 辣椒水给你灌啊 灌水啊 毛巾 撕毛巾 给你蒙着 弄辣椒水给你灌水 行秋 叫你糟糟糟 那个叫执法过当 现在我们警察啊 保护分局长 弄了个辣椒水 那个什么喷黄狼喷怒气 喷了一下那个民众 激过 马上激过 当然这个执法 这个不是用自私的 这个是可以讨论的 但是警察被大家 病得这么衰 以前啊 我早期好新闻跟现在保好新闻 我觉得现在警察不能干 没有 我们现在比较难过的是说 我们是一个有是非的社会嘛 那个说证录影带已经那么清楚了 那现在我们当过内政部长 内政部长的 现在民进党的秘书长 还去讲有没有执法过当的问题啊 这社会是非在哪里 这对苏秘书长来讲是有点为难 换了屁股当然要换脑袋啦 因为他当初 如果他现在是 那个内政部长的位置的话 我想他会心疼他的部署受伤 那因为今天他站在民进党秘书长 秘书长这个位置 就他必须一方面要安护群众 一方面要说你警察是不是执法过当 我觉得民进党中央 他这是非常的相怨跟民粹 为什么你从两个事情可以看 扁案的时候 他不看到那个陈水扁的贪污 他不跟他做切割 他只讲陈水扁的司法人权 同样的这次群众运动发生以后 他也不看到说这个受伤的警察 他讲说遗憾不道歉 口会食不治 倾菜公公立服务 那结果呢就是见书不见你 只讲到说待第一时间说 哦要赶快请律师帮这个六个人 当然请律师帮这个六个人也可以 那你有没有讲到说 那你反正要推下去受伤害了 我觉得今天就是坦白说 我们绝对尊重言论自久 我们也绝对是集会游行的自由 但集会游行不是见差人家的尊严 踩着人家的身体 伤害别人的那个身体来 来达到你所谓集会游行自由 所以我是觉得台湾真的是过度的冲突对立 当那冲装冲出来的时候 民政党你没在条件控制他的时候 你凭什么说口口声声要带人民上街头 你带人民上街头就是你说要呛陈云林 你现在改革的时候不是透明化什么话 这些人让你抓起来就是要呛陈云林 当然放冲天炮啊 那你这个你拿他没办法 你今天再一百个道歉都说不过去 更何况你一个道歉都不说 来 沈医师 我觉得是这样 我当一米我刚才说的前半 因为这种场合每一个发言的人 都有考虑他自己的立场 有立场他讲的话就需要他需要平衡 那我们听起来就不爽 像张志美非常偏 那苏嘉全没有他的偏 但是还是有一点偏 照顾要说的让大家都听下去 他应该说那个画面会说话 显然是示威群众的错误 那我们表示道歉 今天没事 今天不用讨论了 但是他这样讲的话 一切必须都有派折 所以一点他有几句话是讲的 我认为是不妥 比如说失控 有失控吗 我认为昨天那个 其实不太失控你知道吗 因为那个是拌下去之后 打成一团 那个时候失控也是小局面 所以失控 这也是为了要平衡一下 他说不管是对或错 应该是要说什么 应该说这个已经进入 检请司法程序了 是非对错 自有处分 但是他再说起来 又再平衡一下 我认为执法过当 就是说我还不愿意说 都是我们的错 留一个空间 这个其实是作为秘书长 不得不讲 当然你大家会说 哦 这样没道理 但是他是秘书长 他是在野的秘书长 他是发起群众运动的秘书长 这一点我觉得 打几分 你给他打几分 不是打几分的 不是打几分 我跟你讲 你去当那个秘书长 你也会这样 哪一不会去做 不会 当哪了 那我们就是他没做 我当秘书长 我会很快去看到警员 谴责这个暴力的群众 对啊 那是有疏忽 我们现在对民进党有一些期待 苏家浅本来是不错的人才不是吗 那这样没有失灰怎么办 我们今天讨论这么多是为什么 从昨天开始就有人开始在骂 不只是媒体 有些人开始在骂 对不对 有些人不认错 然后到今天 连画面就这么清楚了 民进党还要讲执法过当 这社会的识会就不见啊 苏家浅讲的一个计划 叫做不管对错 其实他的意思 不应该讲是不管对错 他意思是不分对错 反正就是要想办法在这个局面 政据齐全的状况底下 稍微帮那些犯错的人 做个平衡一下 那现在犯了什么错 其实不只是错 是犯罪 犯什么罪 妨碍公务 重伤害 这两个罪名都很容易成立的 可是呢 为什么我们就问一个问题 只要说你号召来群众 然后说要去抨击 马一个中国来的一个代表 这样你就可以取得 很高度的正当性 你就可以说第一个 就是保护中国人 来打台湾人 或者来取缔台湾人 第二个你就可以说 你限制人民的自由 好像你不让这些人民 这些独派的人 好好去把陈立林抓起来 像张明镜一样 做一顿的话 就不能够表示怎么样 台湾人有足够的 这个表达的自由 第三个 你采取什么行动的话 好像只要挂上台独的这个招牌 什么都可以 没有关系 你管你这警察是什么东西 都不需要 也不需要法律 都可以横行霸道 什么理由在这个光环底下 通通是除罪化 如果是这样台湾还能混吗 我们都问这个问题嘛 那你输家前 说好说歹 你也干过内政部的部长的人 你总该知道内政部管检查 该怎么管吧 你总该知道法律跟秩序 该怎么去维护吧 难道说法律秩序呢 只要碰到有台独运动 台独主张 通通要弱化 通通要除罪化 我们是这样的一个国家吗 那哪一天统派来 就要叫警察去打 是不是这样子的 不能这样搞嘛 我们眼中不能有蓝绿 不能有统图 只能有法律 观众朋友已经看过 这警方的这个收贞录影带 我们开放call in 大家一起来评评理 警方这是真的有执法过当吗 你是不是从昨天到现在 听到很多人在 讲我们警察执法过当 我们请你一起来评理 另外呢 谁要为这事情负责任 新任的国民党民主长 金普中所在讲话了 他说他早在三天前 就预告说会发生事情了 民进党不要回避责任 他说发生这样的事情 民进党党主席蔡英文 要为发动抗争负责责 你同不同意金普通的讲法 马英九讲的类似话 我们听你一见 慢回来